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就昨天,三尖分開始參加日本的合練 之前球員因為一度身體不適,推遲國家隊的會合時間 並且缺席了與加拿大的熱身賽 在訓練後,球員接受了日本媒體《產經體育》的採訪 表示自己已經沒有大礙 在17號抵達卡塔爾之後,進行了五天的休整 如今,我覺得自己的身體狀態正逐漸轉好 按照這樣的節奏下去,對陣德國的比賽我應該能夠100%恢復 儘管現在還略險吃力,不過所有的訓練項目都基本能夠完成 首先,我要確保自己在對陣德國的比賽之前恢復節節最佳的狀態 只要我能夠上場比賽,就能夠成為球隊的助力 先開始!